各位好 那下面要介紹的是 在微信支付 微信的環境裡面去操作 微信支付的一個 金流付款流程 那今天假設我們 挑了一個商品 譬如說叫做 金流測試品 那它的 定價是0.01人民幣 那我們現在按那個 確認付款 確認購買 然後呢支付方式 選擇微信支付 那再來就是提交訂單 那提交訂單這邊 要輸入相關的資料 譬如說我們就 那鎖在地區 隨便打一打 重點是這個鎖視 油箱的話 這邊 好 那這些相關的 收貨地址 打一打 再來就是提交訂單 然後再來呢 就會呼叫 那個 微信支付的一個 支付界面 稍等一下 好 好 請輸入那個 微信支付的 微信的一個支付密碼 好 輸入完之後 OK 支付成功 那表示我們 價賺平台的 微信支付的 商戶號的這個 設定是沒有問題的 好 以上介紹到這裡 那當然這邊支付成功的話 可以看到 微信裡會發一個通知 到微信支付這邊 微信支付的那個 這是發給 商家的部分 發給商家的部分 好 那發給 那發給 就是 消費者本身也會收到一個紀錄 譬如說 什麼什麼 第一個就是 某一個訂單編號 幾天幾分 負了0.01 好 以上介紹在這邊 我們